Hi,上个视频我们学习了极物动词和不极物动词 这个视频让我们看看难点解析吧 一,许多动词既可用作极物动词,也可用作不极物动词 在阅读中必须仔细体会和区别 例如,Who is going to speak at the meeting? 谁打算在会上发言? 这句话中speak是不极物动词 Fill people outside China speak Chinese 在中国以外很少人讲汉语 这句话中的speak是极物动词 后面有冰语Chinese 再比如,The door opened 门开了 Someone opened the door 有人打开了门 第一句中的opened是不极物动词 因为它的后面没有冰语 第二句中的opened是极物动词 因为它的后面有冰语,The door 我们在实际运用中必须要在不极物动词后面接冰语怎么办呢? 比如listen的意思是听 如果要表示听我说,怎么办呢? 此时我们就需要在不极物动词VI后面加一个戒词 比如将听我说翻译成英语可以是listen to me 问题又来了 你怎么就知道listen后面是接戒词to 而不是其他戒词呢? 在英语中 不同的动词后面接的戒词是不一样的 并且它们的搭配通常是习惯性的 比如表示听某人时 listen后面接to 表示谈论什么事实 talk后面接about 表示嘲笑 love后接at 表示在某方面成功 sceed后接in 等等 大家在平时的学习中可要注意积累哦 我们来看难点解析二 要特别注意有些动词因汉之间的差异 某些词在英语中是不极物的 而在汉语中却是极物的 比如arrive到达 agree同意 listen 听等等 英语里这些动词后面长接戒词 比如 we arrived at the railway station at noon 我们于中午到达火车站 everybody listen to the lecture with great interest 每个人都很有兴趣的听课 do you agree with me 你同意我吗 OK 总结时间到 这个视频我们讲解了 极物动词和不极物动词的难点解析 一 许多动词既可用作极物动词 也可用作不极物动词 比如the door opened 门开了 someone opened the door 有人打开了门 第一句中的opened是不极物动词 因为它的后面没有冰语 第二句中的opened是极物动词 因为它后面有冰语的door 难点解析二 要特别注意有些动词 因汉之间的差异 某些词在英语中是不极物的 而在汉语中却是极物的 比如arrive到达 agree同意 listen听等等 比如do you agree with me 你同意我吗 学习完毕 快闯关练习吧 oh ye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